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美国魔门教第十七任总会长Rossel Nelson 宣布了将会修建八座的全新圣殿 而其中一座将会坐落在中国的上海 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的魔门教圣殿 目前这个消息还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但在魔门教的网站上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们就说这座上海的圣殿 只是服务那些手持着有效推荐书的 《魔门教中国信徒》 这个圣殿使用的最初阶段 进去之前需要预约 而且并非旅游景点 借着一切游客的参观 而且Rossel Nelson说到 《魔门教》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不便的 外籍的信徒和中国的信徒 仍然是需要分开从事宗教活动 而且他还提到 《魔门教》非常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 故此 《魔门教》就不会向 也不打算向中国派出任何一个传教士 这个圣殿只会使用中文 尊重中国信徒使用 这个圣殿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原来在圣殿里的教导内容 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一致 实际《魔门教》能够在上海建立圣殿的消息 也挺令人诧异的 因为自从习近平主政以后 中国的宗教的氛围就是逐渐收窄当中 而《魔门教》又不是中国所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 因为中国所承认的五大下法宗教 分别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魔门教》作为非五大宗教之一 仍然是被允许建立一些新的宗教设施 这个当然不简单 当时天主教的教廷梵蒂岗和中国签订一些协议的时候 就被人质疑到底是否作出一些让步和秘密承诺 好了 现在《魔门教》能够在上海建立一个新的圣殿 到底当中他们所谈谈的条款又是如何呢 到底他有没有因为要进入中国这个领域去进行宣教的行为 而去到一些宗教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让步和承诺 若然有的时候 对于宗教本身也有不利之处 当你去宣教的时候 当然要将教义原汁原味地向信徒发放 就不是经过一些删改或者一些编辑以后 才能跟信徒说 就不是宗教原来的面貌 而且中国政府允许《魔门教》在上海建立圣殿 到底他背后隐藏着什么动机 有人质疑 中国政府是否想搞外交统战 因为《魔门教》实际在美国的外交界和上流社会 拥有一个庞大的影响力 若然中国政府为了他本身国家的利益 于是在宗教方面放松一些 让《魔门教》进入上海进行宣教行为 那是否可以对于美国的《魔门教》信徒 有一个统战作用呢 这是他备受质疑的地方 因为中国政府无事不登三宝殿 相信大家都屡见不鲜的就是 大陆的干部有些将整个山头雕作出来的观音像佛像 整个炸了他又有 比如说在家庭教会如何逼迫他们要求他们强制解散的又有 比如说有一些天主教会或者基督教会 那些教堂十字架被地方干部拆毁了他的又有 明明宗教自由在中国的大方向和大趋势都是倾向收窄当中 突然之间在这个位置放一放松一松 那当然会令人联想到究竟背后是否有些潜藏的动机 是否有些hidden agenda在内 好了 接着就说说另一件事 原来中国的民政部已经在全国的范围 围着6155万困难群众发放了补贴 根据报道所说 截至目前这6155万人次的困难群众 总共收到18.8亿元的补贴 大家听到的数字似乎是很接近的 6000多万人收18亿 到底每人平均发放多少钱呢? 根据报道所说 每人每月平均获得的补贴47元 其中湖北省的370万人次 发放了价格临时补贴4.4亿元 人均获得的补贴是120元 即是湖北那班人就是120元 其他那些相信有些人就少于47元 因为平均47元 有人120元就当然人少些了 那这个补贴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目前这么高的通胀情况下 47元完全是无补于事 我查了资料 这个所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当物价出现明显上涨的时候 就会额外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出来 这47元应该是价格临时补贴 问题就是补贴也没用 当你出现了一个高通胀环境的时候 补贴47元 那些困难群众收到 都不知是好生气还是好笑 还要确保那些地方干部 不会落格才行 如果有些阿尿都比渣渣 分分钟每个月有没有47元都成问题 难怪大陆黑衣 会走去沙田排头村那树 问林郑黑 黑一黑就已经有五个水 好过在大陆那树 每个月的额外补贴都得了47元 已经是十个月了 好了 接着就再讲一下美国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似乎是非常困扰 他到底在犯什么呢 他就是要在防控工作 和全面启动商业活动之间 作出一个决定 因为他一直想着 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以后 整个疫情已经是缓和起来 就可以逐渐回复正常 复工复货服事等等 但是目前来说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情况仍然相当严峻 这样就使得特朗普的盘算大受打击了 因为他就预计不到 疫情继续发展当中 使得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受到打击了 特朗普总统也不是坐以待毙 他想了一个方法出来 可以使得那些国民放心地重返工作崗位 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就不是向那些国民继续派多一次钱 而是做多些快速测试盒出来 当那些国民测试了原来他是阴性以后 可以安心上班 若然他是隐藏患者 或者是无症状患者 一旦检测到阳性 轻症的就是在家里的树困住 重症的就是入院治疗 我觉得他这套方法 都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他首要的就是 确保得到医疗系统顶得顺 若然医疗系统都顶不顺的时候 若然在检测当中有些漏妄之余 回到工作单位的树 到处都是 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爆发 那你那个经济复苏的进度 又会延误了 到期时只会是德不常失 实际上特朗普总统 现在他所面临的困境 就是和习近平主席 当日所面对的一模一样 就是要在防控工作 和保经济保就业之间 作出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 其实如果是我选择 一定会先选防控工作 若然在不断交着状态 拖拖拉拉 只会使到经济 没办法全程投入去复苏 其实这个情况 同样都适用于我们香港本地 我看报道就看到 有些旅行社已经急不及待 说要搞大陆北京的旅行团 要在五月的时候出发 而且已经成团了 问题就来了 首先都不要说到底 到期时回到大陆 要不需要十四天的隔离 各样各样 你现在已经成团的时候 即是告诉别人 你的旅行社又再重新开门营业 使得那些无聊的市民 就在旅行社门口那边 看看你的单张 跟着又坐在那里 跟你在那里聊聊 报什么团 喂 既然现在处于一个 这么高风险的时期 暂时就不要搞这些事情 起码等到个案数字清零 十四天以后 才再全面复苏 到期时慢慢再报名都不迟 03年沙士那时 不是这么快搞的 当时去到六月份 当这个沙士的个案清零以后 好了 去到十四天都没有再出现新的个案 那些市民才开始放心出来 去参加那些本地游 去沙滩 去那些黎岛 去郊外 大婴山那些旅游 就不像你现在这样 啊 簡直疫情仍在发展当中 就已经又要去北京旅游 这样那样了 搞来干什么呢 赴一点点社会责任 对不对 还要使得那些长者 老实说 报得你这些旅行团 大部分都是长者 哪有年轻 会主动报名 除非跟家人去局住 你不要为了赚钱 罔顾这些人的健康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